大家好,我是林子 今天买了海鲜菇和豆腐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下饭的家常菜 海鲜菇清洗干净 给它从中间切一刀 切成小段 两块愣豆腐 给它切成小方块 放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一枚鸡蛋 碗里面加入一点定粉水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倒在豆腐上面 给它转动一下 让每一块豆腐都沾上鸡蛋液 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 对半切开 去掉中间的硬芯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几根小葱 葱白葱叶 分开切成碎末 将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鸡蛋豆腐 给它翻炒均匀 裹上蛋液 煎大概两到三分钟 像这样煎至表皮微黄 我们先给它炒均匀 锅炒净油 下葱白 给它烤出香味 西红柿倒进来 小手翻炒 炒出汤汁 然后把海鲜菇加进来 加一点点的盐 把它翻炒均匀 大概翻炒一分钟 然后下入煎好的豆腐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 白糖 适量的生抽和蚝油 给它翻拌均匀 扣上盖子煮三分钟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兑一点薄芡 给它翻炒至浓稠 打扮葱花和小米椒 好看又好吃的鸡蛋豆腐 烧海鲜菇就做好了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 简单营养又好吃的鸡蛋豆腐 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哦 喜欢的话你也赶紧试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做好的菜 我们要趁热吃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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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